请听小说《仙逆》第1021章 朱雀觉醒 仿若火焰的原力弥漫亡灵原神之上 太古雷龙般的原神在亡灵的操控下立刻吸收起来 随着吸收 剧烈的痛楚从原神上涌现 这一切 亡灵咬牙忍受 浑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渐渐地原神之上的痛楚缓缓消失 那化作火焰的原力也慢慢地与原神融合再次形成了流转 亡灵疲惫地睁开双眼 此刻他身体外三丈的火海在他睁开双眼的刹那 立刻顺着其含毛孔迅速收缩 转眼就融入其体内 只不过这一次 亡灵只是感觉身体一热 那些融入体内的火海立刻就与运转的原力相融化作一体 原力增长了一些 这个方法虽说危险 但却可行 亡灵深吸口气 再次闭上了双眼 一炷香后他站起身子 脸上仍有疲惫 一步踏出黑塔 站在了外面 外界火海如潮 天空黑烟滚滚更浓 在亡灵出现的刹那 火海立刻涌来 这一次 亡灵停留的时间略多了一些 右手虚空从那火海中抽出了如婴儿拳头大小的火焰团 立刻退入黑塔 不去理会外面火海 再一次淹没黑塔 亡灵盘膝坐在之前的位置 盯着右手之上的火焰团一口吞下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流逝 亡灵一直在为了补充体内原力 挣扎在那痛苦之中 一次一次从火海中抽取部分 与体内原力融合 从开始的火苗 婴儿拳头般的火焰 一直到现在 如人头般的火球 被亡灵从火海中取出 不再吞噬 而是在面前深深的一吸 立刻就把火球全部吸掉 半点不剩 如果有认识亡灵的人 此刻绝对很难认出这黑塔中人 就是亡灵 在之前魔气的侵蚀下 亡灵的面部已然消瘦 更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吸收 焚天之力形成的火海原力 此刻的亡灵 全身皮肤尽是一片军裂 密密麻麻之下 使得亡灵看起来极为可怕 他头发更是一片干枯 没有半点的光泽 只是唯独亡灵的双目越来越亮 若有人与之对望 立刻便仿若从心里 涌现出一股高温火焰 顿有种被焚烧成灰的感觉 这些还是其次 真正诡异的地方 是亡灵的眉心 在数日前 亡灵吸收了一定的火焰之后 其眉心竟然有了惊人的变化 这变化来自于当年的朱雀印记 没想到 吸收了这焚天火焰后 不但原力得到了恢复 更是在其内 晕含了一股炙热之力 只是 在我体内的这炙热 似乎与清灵焚天之力 有些不太一样 亡灵从盘膝中 睁开双眼 摸了摸眉心 本是为了恢复体内原理 而不得不吸收这火焰 但眼下看来 似乎吸收越多的火焰 对我的好处就越多 亡灵明亮的目光一闪 站起身子 向前缓缓走去 踏出黑塔 前方火海 立刻如潮水般呼啸而来 瞬间就落在了亡灵身上 亡灵神色如常 没有半点变化 任凭那火海从身旁穿过 转眼就把他后方淹没 亡灵踏在火海中 神色平静 缓缓地向前走去 他速度不快 但在这燃烧整个 黑沙荒漠的火海中 这行走的一幕 却是极为惊人 此刻若是灵天猴在此 看到亡灵定然会大吃一惊啊 即便是他 也无法做到 在这焚天火海下 可以行走如常 亡灵平静地行走 一炷香后 他脚步一顿 停了下来 这里 是他可以前行的极限 在前方 焚天火海之力越来越强 热度也是越来越高 看了前方火海一眼 亡灵盘膝坐下 双手伸开向着两旁一引 立刻便有两道火焰分出 从火海内迅速随着亡灵双手而动 在其身前交缠 化作一个如身体般大小的火球 亡灵张口一吸 顿时那火球迅速缩小 全部被吸入亡灵口中 消失不见 磅礴的高温 从亡灵体内疯狂地扩散而出 与四周的火海融合 引起了火海的变化 淹没了盘膝中的亡灵 三日之后 亡灵所在之地 立刻是火焰轰的一声 向外猛地扩张 在那火海中 亡灵缓缓地站起身子 他皮肤之上的干裂更多 双目越加地明亮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他的身体内传出 与四周的火海相容 蕴含了难以想象的高温 还是差了一些 亡灵喃喃自语 摸了摸眉心 沉默片刻 抬起脚步 继续向前走去 随着他的前行 远远的黑塔 已然被抛在了后面 时间再一次流逝 亡灵就这样 不断地前行 每当达到了可承受的极限 他就会盘膝 坐下吸收火焰之力 但拥有了足够抵抗的力量后 继续前行 转眼间 过去了四个月 此时的亡灵 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黑塔 所在之处放眼望去 一片火海滔天 无边无际 热浪更是如同狂风弥漫 可以分化一切生命 亡灵身上的军裂 在两个月前 已经碎开了 露出了心肉 只是到了现在 却又一次出现了裂痕 密密麻麻 这里的热度 应该够了 这一日 亡灵停下脚步 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着其吸气 立刻他前方的火海 顿时急剧地涌动 立刻就有不少 顺着亡灵吸气 涌入其口中 只是这一次 亡灵没有把吸收而来的 火焰融入原历内 也没有与原神融合 而是把这火焰 全部没有半点保留 轰然地涌入眉心 涌入眉心上 在这数月来 一只显露在外 渐渐栩栩如生的 一个印记 一个朱雀的印记 这印记的形状 在这数月的时间 从第一次出现开始 正在快速地转变 随着亡灵吸收 越来越多的火焰之力 这印记的变化 也越来越明显 它赫然正是 从印记的样子 飞快地化作一头朱雀 仿佛有一头火焰珠雀 正在飞快地成长 不断地运化 就要破印而出 不高 亡灵双臂默然一身 向着四周横扫 立刻四周的火海 立刻被波动起来 大量的火焰弥漫 瞬间就把亡灵包裹 但立刻就顺着亡灵 全身的寒毛 疯狂地钻入其内 这无尽的火焰涌入下 全部都被亡灵 直接卷起冲向眉心 进眉心之上的印记 立刻散发出浓郁的红光 红光下 亡灵整个人 一跃从地面升空 地面上的火海 同样随之而起 不断地涌入他的身子 远远看去 这一幕惊天动地 还是不高 亡灵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双手伸开 向着大地狠狠地一抓 好似环抱火海一般 体内原力更是在这一刹那 轰然而出 顿时就在亡灵所在天空 随着其原力扩散 立刻就又有一片火海弥漫 这火海是亡灵体内原力造成的 与地面上的火焰相互辉映 更是吸扯之下 使得大地火焰轰然而动 齐齐向着亡灵涌入 随着地面火焰的移动 远远的四周无尽的火海 疯狂地涌来 就仿若这里有一个黑洞 把这黑沙荒漠的 焚天之火全部吸收 大量的火焰不断地钻入亡灵身体 进入眉心印记之中 亡灵眉心的鸿芒达到了 无法想象的程度 一头火红色的朱雀 从其眉心印记内迅速幻化而出 在这朱雀出现的刹那 在这一瞬间 一声惊天动地 可以破开一切虚空的 私鸣之声 漠然间回荡在了这瓶中节内 这声音是一声奉鸣 是朱雀惊天之音 更是亡灵身为朱雀 圣宗之人 身为朱雀序列之一 本命朱雀 觉醒的名号 这火红色的朱雀 极为神物 更是拥有不可思议的灵动 在它出现的一刻 随着朱雀之音的崛起 整个黑沙黄漠内 所有焚天之火 立刻沸腾般疯狂起来 无边无际的火焰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瞬息间冲击而来 直奔亡灵身前的朱雀 印记觉醒 朱雀本灵幻化 这在昔日的四圣宗内 也是属于 惊天动地的绝顶大事 任何一个圣宗内 但凡有序列者 可以朱雀觉醒 那么此人若无意外 一定就是未来的 四圣之一 此刻的亡灵 就是朱雀序列 没有之一 只是前提 在它之前 在它之后 在它尚未成为四圣的时间内 其余序列者 没有印记觉醒 那一声朱雀思鸣 惊动的不仅仅是 亡灵所在 平中这一届 在这一刹那 平中另外一届 所有进入此地者 无不心神震撼 全部听到了那 传遍整个天地 整个平中界的 朱雀 惊天之音 灵天后 盘膜盘息 坐在其所在之地的黑塔内 正闭目打坐 但在这一刹那 立刻起锁在天地 轰然间出现了朱雀之音 形成一股 无法想象的震动 竟然使得天地都为之颤抖 灵天后 猛地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 难以想象的震撼 朱雀之音 天韵子所在之地 他一身白衣 漂浮在半空 望着天空 右手掐算 目光越来越亮 嘴角露出微笑 喃喃自语道 原来是这样 只是他的话语 还没等说完 立刻其所在之处 直接轰然间 便被一声朱雀之音 撕裂而来 迅速地回答 这突如其来的朱雀之音 立刻就让天韵子的计算 轰然崩溃 其所在之界更是颤抖 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天地色变 风云骤散 天韵子的面色 极其罕见的一变 不可能 不仅仅是天韵子 此刻屏中另外一届 修真联盟大长老 重选子师弟 虚空子 正踏着青云 在其身处之间 手持一枚紫青 双色玉碱 这欲见光芒万丈 笼罩方圆无数里 即便距离很远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紫青光芒 虚空子并非一人 此人修为高深莫测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 早就踏碎了 其所在的平中界 穿梭之下 连续破开了数十界 在他身后 那仿若村姑般的中年美妇 以及其四个弟子 赫然显露身影 若老夫没有猜错 此地想必就是清林先帝 当年那赫赫有名的平中界 传闻此界使清林 以莫大神通 从外来之民符文一族手中 连杀三十九符文魂族 抢到其族圣物 亲自炼化之下 自成一界 荣于平内 此界功效不小 但根据修真联盟 获得的典籍记录 这平中界 是当年清林 搜集天下掀起之重宝 更有传闻通过此宝 可破开环绕四大星域的 封界之阵 虚空子望着手中 紫青双色欲剪 缓缓说道 那如村姑般的美妇点头 正要说话 但就在这时 突然他们六人所在之界 立刻风起云涌 天空骤然起了惊人的巨变 就连大地 也在轰隆隆的巨响下 竟然颤抖起来 与此同时 一道嘹亮之音 莫然间就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仿佛生生地撕裂了天空 毫无保留地冲入街来 朱雀之音 朱雀之音在这一瞬间 回荡此界天地 村姑美妇一听到这朱雀之音 立刻面色轰然大变 不仅是她 还有其身后 那疑似昆虚圣女的粉衣女子 更是面色立刻起了寒意 徐公子双眼瞳孔猛地一说 朱雀之音 朱雀觉醒 莫非是你之前所说的 那拥有朱雀印记的小辈 村姑美妇脸上露出震惊 声音透出一丝焦虑快速道 我之前看到她 只是拥有朱雀印记 且这印记完全被封尘 根本就不可能短时间内觉醒 朱雀觉醒 这在四圣宗内 可谓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四圣宗 徐公子眼中露出杀机 他绝不能允许四圣宗内 有四圣觉醒者出现 他永远也忘不了 当年与四圣宗 抢夺昆虚星域时 那无法想象的激烈与惨痛 若非是他们修真联盟 获得了与之仙界 绝大部分的传承与遗物 再加上 有当时的昆虚圣女相助 否则的话 眼下这联盟星域 应该改名为四圣星域 尽管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势力 但已至到此刻 他们修真联盟都无法把四圣宗 彻底毁灭 尤其是想到那四圣的可怕 徐孔子眼中杀机更浓 若是此人觉醒之下成功 又离开了这先帝洞府 离开了先陵天境 四圣宗定会第一时间来寻找 并带回四圣星内进行天赋传承 且会重点保护 绝不能允许此事发生 若他觉醒后没死 定要在这里就把此人毁之 朱雀之音 一种震撼天地的气势 在这平中界内疯狂地穿透而过 形成了绝响之声 平中九十九界 全部缭绕朱雀之音 在一处黑沙荒漠中 盘西坐着一个男子 此人一身黑衣 盘西中四周从黑沙荒漠内 涌现出无尽魔器 不断地吸入着男子蹊跷 他坐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 几乎是在进入此地的一刻 他就选择盘西而坐 不断地吸收此地的魔器 在他的身体上 魔器之浓极为惊人 但就在这时 朱雀之音撕裂天地而来 回荡之下 立刻引起巨变 那些顺着男子蹊跷涌入的魔器 立刻轰然崩溃 向着四周倒卷 那黑衣男子猛地睁开双眼 其双目内立刻就有幽光闪烁 盯着天空 朱雀之音回答 男子眼中爆出金光 其眉心之上 立刻就有一个龙形的印记 隐约出现 这印记赫然正是一头黑龙 他觉醒了 若他能挺过 可与我一战 男子沉默中 眉心印记迅速被黑气缭绕 转眼就被深深地隐藏起来 即便是秀伟比他高深者 除非拥有相同的血脉 否则很难发现这印记的存在 在这瓶中界内 同样吸收魔气的 还有司徒男 此刻的司徒男 仿若来到了圣地 他所在之界的黑沙 竟然有大半都变成了碎末 阵阵嚣张地长笑回荡天地 更有一股磅礴的魔气漩涡笼罩 在漩涡的中心位置 司徒男一头长发诡异地飘动 全身上下魔气弥漫 随着其吸收 四周的砂石一一崩溃 每一次崩溃 都会出现更多的魔气 涌入司徒男的全身 痛快 痛快 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有如此魔气 这些魔气对老子来说 就是最好的补品 可惜老子不能吸太多 待足够时要去寻王林 不知他此刻如何了 司徒男目光一闪 疯狂地吸收 朱雀之音便是在此时回荡天地 在其弥漫的瞬间 立刻就让司徒男身体外的魔气漩涡 轰得一声崩溃 司徒男猛地抬头 神色露出争鸣与不耐 但立刻目光一闪大笑起来 这鸟音内蕴含了王林的气息 看来这小林子没死 害得老子白白担心了一场 在这瓶中界内还有一人 此人光头行走在一处黑沙荒漠中 脸上露出妖异的笑容 往往身子一晃 竟然直接破开一界 出现时 虽说还是在黑沙荒漠 但却已然换了一界 那大漠孤烟土 应该就是在这几界之内 孤摸他家 我贝罗虽说还未完整 但也恢复了当年八成之力 这一次 你没有了当年的机会 贝罗右眼瞳孔竖起 在其瞳孔内 一共有七个散发浓郁妖气的星点错落 孤神星在眉心 古妖星在幼目 而古魔则是星在其左眼 幼目瞳孔 七个妖星急速旋转 在贝罗抬起脚步 准备走向下一界的刹那 朱雀之音惊天而来 此音回荡天地 立刻就在贝罗的身体外 出现了妖力波纹 他身子一顿 停留在了瓶中两界之间 目光落在了天空 风界四大圣兽之朱雀 贝罗沉默片刻 幼目妖星消散 一步之下 消失无影 瓶中界内众人 在这朱雀之音下 纷纷震惊中起了各种心思 他们暂且不说 此刻就连那瓶外 也有波澜起伏 先帝洞府内 那桥上魔物中之人 此刻双目猛地爆出幽光 浓郁的魔气在这一刹那 从其身体内咆哮而出 向着四周迅速扩散 其所在桥下小河内 那些猙獰的黑影 也在一瞬间颤抖起来 畏惧桥上之人 魔气的弥漫 那魔物中人 前方的白玉瓶 此刻剧烈地颤抖 阵阵朱雀之音 在其内环绕 瞬息中就达到了巅峰 竟然隐隐欲要穿透而出 该死的 怎么会进来一个封界朱雀 魔物中传出咬牙切齿的声音 随着那雾气中人 抬起右手 立刻就有无数魔气呼啸而来 化作一道魔影 在此人意志之下 这魔影咆哮中 直奔白玉瓶而去 转眼就融入其内 消失不见 平中界 王林所在之处 遍地火海拔地而起 直奔王林的眉心 前方那幻化而出的朱雀涌去 这朱雀约十丈大小 通体火红 翅膀展开更是达到了数十丈 在其尾部一条条火焰缭绕 使得这朱雀更添身物 尤其是这朱雀双目 透出冰冷 一眼看去 与王林的目光一模一样 大地火海弥漫 此刻齐齐凝聚而来 转眼间就全部被那朱雀 以吸之下 全部吸收 这一幕 已然分不清是朱雀吐出火海 还是火海被朱雀吸入 远远看去 弥漫大地的火海涌动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轰然间 朱雀之音再次回答 这一次 其声音中透出一丝欢快 在这声音响起的刹那 立刻王林所在的此界 弥漫整片大陆 数百万千万里的全部火焰 疯狂的凝聚而来 这些火焰的范围太大 此刻随着凝聚 热浪滔天而起 其内蕴含的高温 可以把一切生灵尽数屠杀 在这无法想象的高温下 王林身体军裂的皮肤 立刻被热浪一冲 直接崩溃 露出腥肉 但瞬间 便又起了裂痕 仿若这世界上所有的火焰 全部冲入身体 那种可怕的炙热 使得王林全身蕴含了高温 这一切若是放在之前 可以立即将王林 整个人化作灰痕 但眼下 随着朱雀的觉醒 对于王林来说 确实可以忍受 他双目露出明亮之马 体内原力疯狂的运转 吸收了大量的 传入体内的炙热 渐渐的 他体内原力中蕴含的高温 依然达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种高温 可以把一切坚毅的肉身摧毁 这实际上也正是朱雀觉醒的难关之一 四圣宗无数年来 朱雀一脉觉醒者不是没有 但其中有绝大部分都是在觉醒的刹那 肉身无法承受 化成了灰痕 在四圣宗内 有一句从古流传下来的话语 这句话内 倒进了四圣宗的觉醒传承 四圣觉醒 以玄武最先 白虎最凶 青龙最强 朱雀最难 四圣宗内 玄武圣宗不缺觉醒者 他们的觉醒相对来说 危机最小 白虎圣宗觉醒者 往往是凶艳滔天之位 一旦觉醒 便可成为杀戮惊仙之人 而青龙圣宗则是四圣宗内最强的一脉 他们的觉醒者极为稀少 可一旦觉醒 轻易不会失败 最终直至成为青龙圣皇 在当年的昆虚性欲 若非是青龙圣皇离奇失踪 朱雀圣皇更是面临第三次天人衰 秀为无法发挥全部 与修臣联盟之争的胜负很有可能更改 朱雀圣宗是四圣宗内觉醒者最难的一脉 这一点即便是青龙圣宗也无法相比 觉醒者不是没有 但能熬过重重劫难 最终成为圣皇者实在是太少太少 除非是那种天资极为惊人 拥有朱雀一脉传说中的朱雀灵体 在不断的修行中 体内积累了磅礴的火焰之力 从内开启印记 使得朱雀觉醒 如此方可在朱雀觉醒的一刻 承受住那无法想象的高温而不亡 若是没有这种灵体 无法做到内部觉醒 一切靠外力觉醒者 在朱雀一脉历史上 从未有人可以最终成功 而现在 王林就是典型的外力觉醒 随着火海凝聚 那种炙热的感觉越来越强 若非他是古神肉身 他是早就成为了灰痕 烟消云散 外力觉醒者 没有人可以成功 但在朱雀一脉的历史上 也从来没有古神 获得了朱雀印记 并以古神之体 承受朱雀觉醒的线力 此刻的王林 正是以他的五星王族 古神肉身 在这无法想象的炙热下 硬是咬牙挺到了现在 他身体上的皮肤 一次次的军烈崩溃 又一次次的重新出现 渐渐的 他的古神肉身 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高温 火海弥漫 此处大地无数里 全部火海 从四面八方冲击而来 随着朱雀的吸收 转眼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这火球凝聚而出的刹那 立刻就把朱雀与王林 包裹在内 在这一瞬间 朱雀再次嘶鸣一声 赤红色的身子横扫 立刻从王林的眉心脱离 缠绕在他的身上 转眼间就化作了一个 栩栩如生的图腾 弥漫王林上半身 此刻的王林 满是裂痕的身体 与那赤红色的朱雀图腾搭配 看去竟有了一种 惊心动魄的绚丽 尤其是那明亮的目光 如同星痕 只不过注定没有人 可以看到这一幕 瞬间火球就把王林吞噬 疯狂地壮大起来 立刻就有毁天灭地之威弥漫 更是在四周无尽的火海融入下 那火球越来越大 很难去形容眼前的这一幕 只见大地上火海云涌 层层如浪融入火球 若是从天空向下望去 在足够的高度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 四周无数里外的火海 正在收缩 这无尽的火海 以火球为中心 急速地收缩 随着越来越多的火焰 融入火球 收缩之速更是达到了巅峰 火海收缩所过之处 露出白色镜面般的大地 那火球越来越大 最终几乎顶天立地 即便是距离很远 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大地的火海越来越少 只是片刻几乎全部消失 全部都凝聚在了 那庞大的火球之上 这一刻 亡灵所在之间 除了火球 再无半点火焰 明海施展的 清灵焚天仙树 所画的无尽火焰 尽在火球之内 天空上滚滚黑烟 更是在这一瞬 从天空呼啸而来 环绕火海四周 眼前的景象 换作任何人 见之都会心神喊动 尤其是那滚滚浓烟 在环绕的一瞬间 从天空之上 那无尽之处 立刻就有大片的黑雾 散发浓郁的魔气 立效而来 这些魔气 在降临之时 凝聚之下 赫然化作一个 头身独角的 猙獰魔影 这魔影之大 几乎横扫天地 模糊的身影中 双目透出杀戮是血 一冲之下 直奔火球而来 但立刻就感受到 那火球内散发出的高温 身影一顿之下 退后些许 盯着火球 眼中杀戮更浓 这庞大的火球内部 亡灵双目闭合 身体上朱雀图腾 散发赤红之芒 大量的火焰 从火球内部 汹涌而来 不断地被吞噬 融入亡灵体内 使得亡灵的身体 在无时无刻壮大 高温弥漫 甚至让亡灵体内的原力 也达到了最终的演变 蕴含了可怕的炙热 在这一刹那 亡灵紧闭的双目 漠然间睁开 在其双目开合的瞬间 其全身皮肤轰然崩溃 无数军裂的碎片 向着四周横扫 露出了旗下 吟有赤色的皮肤 一股无法想象的风暴 更是在亡灵睁开双眼的一刻 爆发出来 它身上的朱雀印记 更是从亡灵身体上脱离 环绕其身 急速旋转 那包裹亡灵的巨大火球 瞬息间 以无法想象的速度 疯狂地缩小 全部疯狂地涌入亡灵体内 在外界的那魔影 立刻移动之下 魔气散开 充斥天地 紧随缩小的火球而去 那庞大的火球 在短短的树袭内 在内部轰隆隆的巨响下 急速缩小 最终轰的一声 全部融入亡灵体内 整个荒漠 整个亡灵所在此界 在这一瞬间 再无半点火焰 亡灵的身影 随着吸收了最后一丝火焰 再次显露在了天地之间 赤色的皮肤 朱雀的环绕 还有那明亮如火的双目 使得亡灵在这一瞬间 如同朱雀圣黄 火焰消散的同时 那魔影立以效忠扑来 他尚未临近便有 无尽的魔气 惊天动地 形成滔天的黑雾 欲要把亡灵生生撕裂 但就在这魔影临近的刹那 亡灵眼中立刻就有一团火焰 轰然而起 随着火焰的突然出现 立刻一股极为可怕 足以毁灭天地的火海 从他身体内轰然爆发而出 亡灵吞噬了太多的火焰 这爆发而出的火海 使其身体内吸收了足够的火之力后 无用的废火 留在体内对其身体损害太大 唯有宣泄而出 这火海内蕴含的高温 与焰天之力完全不同 其内不但蕴含了焰天之力 更是含有朱雀一脉 圣火之危 此刻爆发而出 立刻呈环形向外疯狂的扩张推动 这火海太大 上可遮天下可盖地 向外弥漫之下 那魔物中派来的魔影 立刻迎面就撞上 一声凄厉的尖叫 顿时从那魔影口中传出 他眼中露出浓浓的惊恐 急速后退 但他还是晚了 在其后退的瞬间 火海如同怒浪咆哮 直接就把他的身子淹没在了冲击之内 轰轰的巨响回荡之下 这魔影立刻惨叫中 魔气迅速消散 最终只有残存的一丝挣脱 直奔天空而去 就要逃顿 但他显然还是低估了这火海的威力 这火海内此刻拥有的炙热与高温 在融合了朱雀觉醒的圣火后 已经隐隐超过了焚天之力 此刻向四周扩散之际 焚烧的不仅仅是亡灵所在的这一界 而是这瓶中所有界 火海呼啸间 只见其所过之处 虚空竟然出现了碎裂 轰的一声 漠然崩溃 这种崩溃 并非只有一处 而是随着火海向外不断的扩张 仿若是生生的刮去了一层 所过之处 全部瓦解 崩溃中露出了其内 瓶中另外一界 在那一界中 滚滚黑沙正弥漫天地 但立刻就被大量的火焰 汹涌入内 再次向着四周疯狂的冲击 燃烧而去 崩溃又一次出现 却是这一界也轰然瓦解 轰轰轰轰 不断的惊天巨像回荡下 一处处平中界陆续崩溃 每一次崩溃后 火焰都会融入其内 再次崩溃下一界 那天空中想要逃走的残存模影 逃得过一界 但却逃不过这九十九界 在火焰崩溃的十三界之后 立刻被火海追上 惨叫中彻底的灭亡 但这崩溃却还是没有结束 只是刚刚开始 随着不断的冲击 这平中界仿若点燃了一场火海风暴 一界界轰然碎裂 此刻又有一界崩溃 其内传出司徒男怒吼的声音 哪个傻千刀的 敢总之老子修行 只是他声音刚刚传出 便立刻怪叫一声 在火海中急驰而走 奶奶的 这是什么火 司徒男声音落下的刹那 其所在之界 砰的一声被火海瓦解 露出了下一界 林天侯呆呆地望着天空 好似被一双大手撕裂 无尽的火海从天降临 那火海的高温 让他头皮发麻 毫不犹豫地迅速冲出 躲避火海 火海之危在这不断的冲击下 势如破竹 化作一股可以穿透天地之力 轰隆隆之下 破开了一切界限 粉碎了一切壁垒 从亡灵所在之界 不断地向上冲击 穿透了一处处平中界 使得崩溃之声 在这一刻惊天动地 天韵子的身影 出现在了崩溃的天空之上 他睁睁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整个人沉默下来 在那火海弥漫的刹那 身子向旁边退出一步 这一步之下 立刻就使得火海 从其身边呼啸而过 这一刻 不仅仅是灵天侯 天韵子 司徒南 而是这平中九十九届内 进入此地的所有人 全部都感受到了 那火海崩溃之力 一届一届的崩溃 更多的人出现在了崩溃界限内 大头 陈道三子 葫芦老者 黑衣男子 甚至徐空子 但这崩溃还是没有结束 而是不断地轰轰中 卷动了每一界内之力 融合之下 化作一股 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 可怕火海 以越来越强 越来越剧烈的气势 直奔着瓶中界的尽头 那最后一劫而去 毁掉了这一劫 就可以冲出这白玉瓶 这火海之墙 也超出了亡灵的想象 他双目内火焰渐渐消散 更是在这火海崩溃 瓶中一界界的刹那 所在之界 再无限制瞬移的片刻 取回了放在黑塔内的初代 与那大定神秘人影 宋宇的黄色结晶 来不及查看黄色结晶 刚刚放入楚代的瞬间 滔滔的火海 以卷起天地的火焰之力 直奔着瓶中界最后一界而去 这火海弥漫瓶中余下的九十八界 集合九十八界之力 化作一股不可操控的火焰之力 轰地一声 撞击在了最后一界的壁垒之上 惊天动地的声响 在瞬息间回荡瓶中任何一个位置 浓浓的热浪呼啸而散 充斥天地 这火海之强 已然超过了明海施展的焚天仙术 即便是亡灵 也是在吸收了太多的火焰后 以自己的身体为中转 把无法吸收的废火宣泄 这才可以达到这一效果 绝不可能再是展出同样的仪式了 除非是还有一处火海存在 且永远不会熄灭 使得亡灵能有足够的时间吸收 从而达到巅峰后再次宣泄 此刻的亡灵 全身赤红的颜色渐渐平复 恢复如常 但在其身上 那朱雀栩栩栩如生的图腾 却是鲜红如血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充满了一股无法言明的气息 尤其是那朱雀图腾的尾部雀雨 更是顺着亡灵颈部烙印 在其眉心处停下 仿若融入了他一头黑发之中 远远看去 如同黑发燃起了紫燕 朱雀觉醒带给亡灵的 并不是修为的提升 而是原力的改变 他体内的原力 其内蕴含的高温 使得亡灵一切神通 都变得极为可怕 尤其是他的骨神肉身 在不断地适应火焰后 举手投足间 便可宣泄火焰而出 现在的亡灵 尽管修为还是溃虐中期 但他却是一切溃虐中期的最强者 配合骨神肉身 与那滔天火焰之力 静虐后期修士遇到他 也会极为头痛的强悍的肉身 与火焰神通 只不过骨神肉身 毕竟才是五星 无法带给亡灵太多的助力 发挥出静虐中期的实力 已经是极限了 想要拥有战胜静虐后期的实力 必须要亡灵的修为 同样达到静虐以上 毕竟修到第二步 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都是很大 亡灵虽说有骨神肉身相助 但有些沟壑还是无法轻易买过 比如这静虐中期与后期之间的不同 血祖在静虐中期停滞了许久 都无法达到后期 由此可见其难度 实际上除非是拥有莫大的机缘 静虐后期乃至圆满 对于修士来说极为艰难 除了意境的感悟外 如何掌控天地规则 也是其中的重点 静虐后期所需要的 是意境与规则的融合 这种融合将会在静虐大圆满时 达到顶峰 从而进军绝大部分修士中 梦想的境界碎孽 以知修为中最高的一处境界 此刻在这平中界内 火海呼啸而出 在轰隆隆的巨响下 不断地撞击着那最后一界 每一次撞击都会使得 这平中世界颤抖 无尽的火海咆哮一般 在冲击下 立刻这瓶中最后一界 顿时起了砰砰之声 在刹那间轰然崩溃 仿佛天空被撕裂 如同撕碎的纸片 画作无数碎痕 向着四周倒卷 在那破碎的天空之后 鼓腰贝罗的身影 赫然在那崩溃的最后一界出现 在他的右手之上 拿着一个灰色的画轴 一股浓浓的仙气 从这画轴上散出 迅速向着贝罗全身冲击而去 仿若这画轴有灵 不甘心被鼓腰掌控 欲要挣扎一半 贝罗目光冷冷地 穿透破碎的最后一界 在下方所有人身上一扫 最终 目光停留在了最深处 王林的身上 此刻其右手所抓的画轴 掀起更浓 弥漫呼啸之间 引有怒吼传出 贝罗冷哼一声 右手狠狠一捏 右目之上的七个妖星迅速一闪 顿时就有磅礴的妖力 轰然而出 瞬息间 就顺着其右手涌入画轴内 喷喷轻响回荡 仿若是破开了这画轴上的一切封锁 一声不甘心的咆哮骤然而起 但立刻 那灰色的画轴 就被一道绿芒弥漫 刹那间就把这画轴全部覆盖 那咆哮消散 这原本散发浓郁仙气的画轴 在这一刻仙气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妖气 其颜色也从那灰色变成了绿色 这一切都是在眨眼间完成的 整个天空全部消散 瓶中九十九界在瞬息间瓦解 如同天地初开混沌重启 一片雾气弥漫 这雾气翻滚云涌 与火海融合 立刻就使得这火海仿若添入了滚油 刹那间爆发 化作一股更强的冲击 直接冲向着九十九界之外 无尽的火海融合了雾气 产生了大片的热浪 冲击之下 整个天地都处于轰隆隆的巨象之中 随着冲击直奔最顶方的虚无 先帝洞府木桥之上 那雾中之人身前的白玉瓶 此刻通体赤红 散发出浓郁的高温 其瓶口木塞更是剧烈的颤抖 仿若有一股磅礴之力 在其内冲击一般 雾气中人目露汗马 抬起干枯的右手 向着那木塞一指 顿时就有一股魔气呼啸而出 直奔木塞而去 转眼就融入其内 但就在那魔气 刚要顺着木塞进入白玉瓶的刹那 只听轰的一声惊天之音 漠然间在这先帝洞府内绝空而起 在这声响回荡的瞬间 白玉瓶口的木塞碎裂 直接化作无数碎末 向着上空如同喷泉一般扩散 这扩散之力太大 更是形成了一股狂风 竟然使得那雾中之人的身体外的雾气 都生生的被吹退了三尺 露出了其内一个略有模糊的身影 触目可见 那是一套漆黑的铠甲 铠甲之上有着大量的复杂花纹 透出阴森森的魔气 缭绕天地之间 他干枯的手指也在那木塞爆开的一刻 被生生的弹起 两道阴沉的目光 从那铠甲头盔处闪现 落在白玉瓶上 随着白玉瓶木塞的碎裂 一股赤红色的火焰 立刻就从那瓶口喷出 随着火焰而出的 还有那无法想象的高温 这一幕 常人根本就无法想象 就仿佛是这白玉瓶化作了一处火山 此刻火山爆发 大量的火焰是汹涌 喷发弥漫四周 这火焰的高温太强 几乎刚一出现 立刻雾中人身下的木桥 顿时便处于火海之中 就连那木桥下的小河 也是瞬息间化作大片的白气升空 河水消散 露出迅速干裂的河床 以及惨叫中化作血雾的 一头头猙獰之手 那木桥也在刹那间燃烧起来 成为了灰痕 这雾中人所在之地 是一处庭院 四周还有不少的阁楼错落 不远处 一片翠竹环绕 原本很是别致的环境 此刻环绕了浓浓的魔际 立刻就大为改变 那阁楼阴森 翠竹化成黑色 就连地面上的青草也样子大变 只是 不管这里曾经是仙境 还是此刻成为了魔狱 在眼下的瞬间 就立刻被火海弥漫 全部消散成灰 就连那雾中之人 也在这火海的突然冲击之下 全身木器 向后被拉扯数十丈 露出了清晰的身影 紫黑色的铠甲下 一头仓发飘荡 这身穿铠甲之人 身子在火海吞噬的一瞬 身影立刻腾空而起 双目阴森 此刻白玉瓶内 火焰喷发的尽头 漠然间从内走出一人 此人光头 右手拿着一个绿色的画轴 正是 鼓腰贝罗 他脸上露出微笑 看了那身穿铠甲之人 一眼摇头道 昔日先帝 坐下四大护卫之一的残刀 近日却成为了 古魔炼化散魔之一 可悲啊 在贝罗之后 天韵子 林天侯 须空子 司徒男 以及那村姑美妇 一一出现 那葫芦老者 暗藏黑龙印记的黑衣男子 还有 陈道三子与大头等人 也随之从平口内飞出 还有那全身笼罩 妖气的女子 以及拥有星痕雕的孙姓长老 之前进入仙府的所有人 除了云仙道旅与王林外 全部现身 此刻白玉瓶内火焰全部喷出 但立刻便又有一股热浪轰然 热浪中 王林从其内一跃而起 目光如火焰看向四周 在王林出现的瞬间 他立刻便察觉到四周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如闪电一般落在自己的身上 虚空子神色如常 但在看到王林的瞬间 内心却是杀鸡蕴寒 林天侯神色露出复杂 对于王林 他越是接触 便越觉得不可小看 天韵子 眉头略微一皱 但很快就舒展开来 至于其他人 均都是表情各异 无论是村姑美妇 还是其四个弟子 还有呢 黑衣男子等人 在看向王林的目光 纷纷不同 就连那身穿铠甲的散摩 也是目光透出阴森的寒意 看了王林一眼 此地的所有人都知晓 那让人心神俱正的火海 由何而来 对于这个原本不是很在意的王林 此刻也纷纷记在了心中 四周仍旧有火海弥漫 焚烧中似乎要把一切都化作灰迹 在众人出现的瞬间 那身穿铠甲的散摩 我脸上露出嗜血的微笑 身在半空 双臂向两旁漠然一身 立刻就有浓浓的魔气 从他铠甲上爆发而出 凭成两个黑色的漩涡 在双臂上升空而起 仙逆第1024章 藏仙中的他 老夫已经等你们等了很久了 一无血肉寄陷于骨 一无魂魄化作虚无 成骨之魔魂 无骨无魔塔架 分化之散摩 挥散摩孽 且浮足盛气 开葬仙池 这身穿铠甲的散摩 笑容充满了诡异 在其声音回荡的瞬间 他抬起右脚 向着下方虚空狠狠的一探 随着散摩一脚踏下 立刻便有轰的一声 在这四周炸响 众人所在之地 地面的一切已然被火焰焚烧成为了废墟 而此刻 这废墟的地面 竟然在刹那间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这裂痕越来越多 转眼间就连成一片 在一连串的砰砰之声下 地面崩溃 仿若是那散摩的一角 踏碎了这大地 随着地面的崩溃 一股巨大的吸力从下方疯狂地传出 那地面之下竟然另有乾坤 那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之大 弥漫了此地所有地面之下 漩涡中更是有阵阵凄厉的呼啸传出 如同鬼欲 你们的到来 早在无数年前 就已经被他家大人算中 这当年清零的葬仙之处 就是特意为你等准备的 老夫在下面等你们 散摩的狂笑回荡在浓浓的雾气内 地面崩溃 磅礴的吸力如同一张大口 疯狂地吞噬着此地的一切存在 那散摩第一个被卷入漩涡中 其笑声越来越远 最终消失不见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此地所有人几乎绝大部分都为之害然 谁也没有想到 走出了瓶中界后 居然会面临这样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 在那可怕的吸力下 所有人的身体都好似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抓住 向着下方漩涡拽去 陈道三子距离最近 此刻在那吸力下 竟然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惊呼中化作残影 立刻卷入漩涡内 大头略有挣扎 但同样神仙 至于那村姑美妇身边的四个女弟子 她们修为最弱 亡灵之前便有所猜测 这种危险的地方 为何那村姑美妇会让四人前来 眼下这四人 除了疑似昆虚圣女的粉红女子外 其余三人全部花容色变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挣扎之力 全部被吸了进去 其中还有一个女子 竟然在被吸扯的瞬间 由于那吸扯之力太大 郊区碰的一声崩溃 化作了大片的血污 其原神带着惊慌从血污中飞出 但就在这一刹那 漩涡中立刻飞出了无数的凄厉魂魄 横扫之下 便把女子的原神围住 疯狂的吞噬起来 在那漩涡下 就连阵阵凄惨的声音 都仿若被吸走 消失不见 亡灵同样感受到了 那难以想象的吸力 好在她这一生 曾经在妖灵之地深渊内 居住了很久 那里同样也有吸力 对此并未惊慌 而是在那吸力环绕全身的瞬间体内 原力漠然运转 向下狠狠的一踏 立刻就有大量的火海 从亡灵双脚宣泄而出 倒卷而起 虽说那火海刚一出现 便立刻被漩涡吸走 但亡灵的身子 却是冲出了石杖 国妖贝罗轻笑 对于那漩涡内传出的庞大犀利 无视 迈出一步 其身影一闪而出 竟然出现在了远处 他幼目腰盲一闪 一股浓郁的妖气 瞬息间弥漫全身 向前轻吹一口气 立刻在他前方 就有一片波纹幻化而出 身子一动 贝罗整个人踏入波纹内 回头看了一眼在漩涡中 挣扎的众人 尤其是看了一眼 王林笑道 王林笑有 你让老夫进来此地 老夫也不亏欠你 送你一条明路 此地本是先帝清零 当初明镇仙界的藏仙池 死在其内的仙人无法估计 若是不慎被吸入其内 怕是必死无疑 尽快挣脱而出 是唯一的选择 贝罗的话语在这漩涡内回答 王林沉默中一拍处带 立刻就有十多把大剑飞出 在其身体反方向旋转 形成一股逆流 它更是体内原力运转 活海弥漫 配合大剑逆转 抵抗吸力 但就在这时 那漩涡内突然就有一声怒吼冲出 这怒吼之声是惊天动地 从漩涡内传出的刹那 竟然使得这漩涡吸力更大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这怒吼中竟然蕴含了一股 让所有人心神俱阵的冲击 随着怒吼传出 漩涡内立刻就有无数符文幻化而出 这些符文一片血色 甚至其上还有一些 竟然连接着一块块血肉 仿若是刚刚被人生生从身体上挖出一半 在看到这些符文的刹那 王林倒吸了口气 他立刻就认出 这些符文全部都是仙遗族的眉心祖福 在那漩涡的深处 随着怒吼与符文的出现 一个模糊的身影 缓缓的升起 这身影刚一出现 立刻就有一股滔天的煞气 呼啸而起 这煞气之强 即便是林天侯 也是心神一产 那模糊的身影带给他的感觉 让他头皮发麻 即便是天韵子 也根本就不能让他有这种感觉 就连虚空子都做不到 这与修为没有关系 纯粹就是一种来自灵魂的颤抖 仿若遇到了天敌 那模糊的身影 只能隐约可见是一个女性 她缓缓地升空 渐渐地露出了一张没有双眼的脸 其上尽是血痕 更有两道黑血从空空的眼眶内流出 其双眼赫然就是被人生生的挖去 即便是天韵子 也在这怒吼响起模糊身影出现 看到了其真容的刹那 眼中露出一丝震惊 这莫非是她 虚空子更是双目瞳孔猛的一缩 死死地盯着漩涡尽头的女子 毫不犹豫 立刻施展全身修为 带着村姑美妇与那粉衣女子 向上挣扎的盛起 是她 一定是她 她竟然被先帝精灵封印在这里 该死的传闻中 她应该早就魂飞魄散才对 先帝清灵竟然没有杀她 虚空子的从容 此刻全部消散 在猜出那模糊身影的身份后 她有种魂飞魄散的感觉 对于当年仙界的事情 修真联盟知晓很多 虚空子身为联盟长老团成员 更是知道一些外人 不可能知晓的隐秘知识 在这模糊的身影出现的瞬间 那孙姓长老正挣扎在犀利之中 但被那突然出现的煞气一冲 以其修为竟然也承受不住 体内原力骤然停止了运转 身子立刻就被那漩涡吸扯而去 她眼中露出惊慌 眼看就要沉入漩涡 就在这时 其衣衫中星痕雕立刻露出了头 目光冷漠中钻出 踏着孙姓长老的身子一跃而起 这星痕雕很是神奇 竟然可以踏空借力 在那犀利中不断地挣扎前行 一双雕木望着王林露出璀璨之马 此刻贝罗更是望着那缓缓飘升而出的模糊身影 右目妖芒闪烁 喃喃自语道 老朋友了 本以为他当年只是失踪 在某处闭关疗伤 却没想到原来是被青林封印在这里 青林 他很强 很强 若非是当年仙界崩溃他重伤 我与他家根本就不敢对齐齐贪念 盯着那模糊的身影 贝罗眼中露出犹豫 要不要救他 他忽然目光一闪 仔细地看了一眼那模糊身影的后方脸上 立刻就有了金色 青林太狠 竟然以此无封印 以我之力 即便是全盛时期也绝无法救下他 甚至很有可能受到连累 罢了 放弃了救人的想法 贝罗在波纹内的身影一晃 缓缓地消失 以其独特的方法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随着那模糊身影的升空 随着煞气疯狂的弥漫 此地所有人全部都笼罩在内 司徒男双手掐绝 一道道神通之下身影飞起 但立刻那模糊的身影缓缓地抬起右手 向着上方轻轻一挥 轰然间 此地的煞气瞬息达到了巅峰 随着漩涡横扫形成煞气风暴 灵天侯的身子立刻一颤 向下被吸去 与之一同的还有司徒男 亡灵升空的身子猛的一顿 没有任何犹豫 体内原力迅速散开 砰的一声化作一片火海 缭绕全身 在十多把大剑的旋转之下 直奔司徒男而去 在这可怕的犀利语 那恐怖的模糊身影不断升空中 除了被吸入其内者 所有人都在各自施展神通 不断试图从那犀利内挣扎而出 唯独亡灵 身影如电 直奔下方司徒男而去 司徒男全身远离停止了运转 脸上露出了苦笑 眼看距离那不断上升的模糊身影 越来越近 喃喃自语道 老子福大命大 奶奶的 莫非这次要留在这里了 他正说着 立刻就看到了王林直奔他而来 王林此刻全身远离 疯狂地运转 整个人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 向下冲入时那庞大的犀利顿时横扫 把他全身火海不断地吞噬 眼看司徒男的距离越来越远 盲民眼中露出果断 摇牙之下 原力在身后轰然一震 使得他的身子以无法想象的速度骤然加快 如同一道流星直奔下方而去 如此一来 奇速倍增 瞬息间就临近了司徒男 此刻的王林所在之处 已然距离那模糊身影不足千丈 他右手隔空一抓 立刻就抓到了司徒男 全身原力散发 轰地一声形成崩溃的冲击 向上积极冲去 在王林的下方 那模糊的身影空洞的双目 立刻就有黑血弥漫而出 融入四周漩涡内 竟然化作了一片血海般 在漩涡内顿起滔天之势 向上汹涌而来 这黑色的血海随漩涡而动 远远看去就仿佛是血炫 扶摇浴室九霄 更有浓浓的腥味弥漫开来 那血炫仿若张开了汪洋大口 带着奇异的呼啸 不断地向上冲击 千丈的距离 瞬息间就缩短了一大半 亡灵虚空抓着司徒男 全身原力飞快地运转 身体外顿时就有 无尽的火海散开 在他左手掐绝一指之下 立刻那十多把逆转的大剑 立刻冲入火海内 随着其旋转 立刻搅动火海 形成了一个火海漩涡 不断地把四周弥漫而来的血腥之味 与煞气抵消 在那火海的燃烧下 阵阵啪啪之声响起 在火海漩涡外 随着煞气临近 不断地被火海焚烧 形成了严密的阻碍 使得煞气无法冲入其内 毕竟那煞气若是吸入体内半点 就可阻碍原力运转 王林虽说有猪雀圣火融入原力 但也不敢轻易冒险 接着逆转之力 这火海漩涡硬是带着王林 挣扎出了近百丈 直奔上方而去 更是在一声低喝下 王林右手向上狠狠地一抛 司徒男的身子立刻就被抛出 超过了王林 与此同时 王林更是送出了一道原力 瞬间进入司徒男的身体 王林的原力 运含了猪雀圣火 拥有可怕的高温 司徒男体内影响其修为运转的煞气 是一股至极的寒流 之所以它原力停止运转 正是因为被这寒流无形中冻出 而此刻王林的原力的融入 那炙热的高温 顿时就使得司徒男体内原力有了缓解 司徒男修为本就不弱 借着王林之力强行运转原力 身体中立刻就有砰砰之声传出 整个人大吼一声 掐绝之下立刻绝空而起 若是那模糊身影患作当年巅峰之时 一道煞气之下 司徒男与王林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破坏 但此刻 这模糊身影被封印在这里无数年 再加上王林朱雀圣火之危精纯 如此才有了这破开的机会 司徒男长发飘动 体内原力恢复了运转 虽说还是有些质疑 但在这危险的环境下 他没有时间去疗伤 整个人在乐器的刹那 他丝毫不犹豫 右手掐绝迪鹤中向下狠狠的一抓 立刻便有五道金光自他五指幻化而出 直奔其下方王林而去 这五道金光瞬间临近 立刻就化作一张大网 把王林套住 司徒男几乎施展了此刻 自己所能使用的全部之力 向上狠狠的一转 王林之前 为救司徒男冒险 降至如此深度 虽说挣扎着升空 但抛出司徒男之时 身子不由的有了停顿 如此一来 下方的黑色血海咆哮临近 眼看不足百丈 那血腥的气味几乎是扑面而来 清晰地传入了王林的感官之中 尤其是那血海内 还有无数凄厉的魂魄弥漫 一个个露出被拉长的身子 随着血海漩涡而动 死死地盯着王林 欲要把王林吞噬拖入血海 永生不得轮回 那一个个魂魄的猙獰样子 清晰入目 使得王林头皮发麻 更有大量的煞气 随着血海漩涡涌现 向着王林扩散 就在这时 司徒男的大网落下 笼罩王林全身 随着司徒男低吼中 大力的一转 王林身子立刻借力而起 二人之间就这样 彼此交替 相互帮助 渐渐地 在那血海弥漫之下 拉开了与血海的距离 这也就是王林 与司徒男 若是换了其他人 绝对无法做到如此精妙的配合 这一切说来简单 但实际上 若非是彼此完全的了解 完全的信任 甚至对于实际的把握 但凡有丝毫的差错 有半点的隔膜 二人就绝无法做到这样的脱困 毕竟在这危机之下 每个人内心所想的 大都是自身性命 尤其是有的时候 往往需要以自身冒险的前提下 才可把对方拽出 如此一来 这世间修道者 少有人可以做到 司徒男遇险 王林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救 同样的 王林身处困境 司徒男也毫不犹豫的出手 哪怕面对的是生与死的转折 在王林与司徒男兄弟二人 相互帮助逃离之时 林天侯的身子 因为之前煞气的冲击 隔断了运转 一头在下 只不过林天侯的修为 超过了司徒男 下降之时 立刻就有所松动 只不过距离那血海漩窝太近 他若是修为 全部恢复了运转 上海有机会逃出 但现在 只是松动之下 危在旦夕 就在这时 在这漩涡上方的天韵子 微微皱起眉头 内心暗叹 大笑一甩 竟然与王林之前的选择一样 身影如电 直奔下方而去 他的速度 远远超过了王林 几乎刹那间就临近了这漩涡 深处 林天侯的旁边 一把抓住林天侯 直奔上方而去 血海咆哮 那模糊的身影浮现在了中心 抬起了干枯的手臂 向前轻轻一抓 天韵子面色一变 不假思索中 眉心灰芒一闪 在那灰芒中 灰天韵子 赫然幻化而出 在出现的刹那 这灰天韵子 右手掐掘 向前一指 立刻在这 藏仙 血海漩涡中 顿时就一声声 尖锐的呼啸 冲斥 但见一道道 杀戮之际 凭空出现 转眼就弥漫了四周 仿佛是一 道道缭绕的烟丝 远远看去 这些杀戮之气 太多 极为惊人 那无尽的杀戮之气 更是随着 灰一天韵子的一指 从四面八方 凝聚在其身前 化作一道杀戮 直奔模糊身影的 右手冲击 在灰一天韵子 出现的瞬间 上方带着村姑美妇 与那疑似 昆虚圣女的虚空子 双目瞳孔一缩 喃喃自语道 灰一 灰一天韵子 神色阴沉 冰冷至极 右手一指间 开口平静地 说了一句 崩 此言一出 立刻那无尽杀戮 融合唯一之气 漠然间崩溃 但听轰的一声 惊天之音回荡 崩溃的杀戮之气 形成一股 强大的反振之力 顿时 就让天韵子 与灵天侯冲出 直奔上方而去 那血海也在这 惊天之声下 立刻盗卷 其内那些魂魄 更是被生生的 撕裂惨叫而亡 灵天侯沉默 对于天韵子的 出手相救 他抱以冷冷的目光 天韵子不去理会 灵天侯 在冲出之际 突然下方漩涡 便有一声 尖笑传出 只见下方那 模糊的身影 猛的抬头 一种无法想象的 速度冲出 右手成爪 直奔 挥一天云子而去 这尖笑之声 蕴含了一股 可怕的冲击 亡灵与司徒男 立刻便被这冲击碰到 二人立刻就 喷出了鲜血 加快了逃离的速度 至于其他人 此刻也早就不断的升空 运转体内原力 抵抗着冲击之力 灰衣天云子 目光一凝 盯着那迅速临近的模糊身影 眼中顿其轰马 嘴角露出冷笑 抬起右手 一指上空 缓缓说道 杀戮成戒 此言一出 立刻众人所在之处 虚空骤然传来 轰隆隆的巨响 只见在漩涡上方的虚无中 立刻就有一道 巨大的裂缝式 猙獰出现 一道道 杀戮之气 从那裂缝中 疯狂的涌现而出 这些杀戮之气 实在是太多了 比之刚才 还要多出无数倍 短短的瞬间 随着那一道道 杀戮之气的出现 此地一切范围内 尽是杀戮 一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成亿 成亿的杀戮之气 呼啸而出 铺展在这 藏仙漩涡之上 这些杀戮之气太多 若非是彼此 可以相互融合 否则的话 以此地的范围 根本就容纳不下 这难以想象的一幕 看在亡灵眼中 立刻倒吸了口气 他耳边依稀传来 当年灰衣 那冷静 但却霸道的声音 若有一道杀戮 即便星球崩溃之力 也可自保 一道杀戮 亡灵在这之前 没有见过 此刻亲眼看到 心神之震撼 无法言表 下方 藏仙漩涡虽大 但与这无尽的杀戮之气相比 还是略小了一些 此刻 杀戮之气 随着灰衣天蕴子 右手落下 顿时相互凝聚 诚意的杀戮之气 凝聚形成的旋风 在众人面前 漠然出现 这旋风之大 仿若可以冲破此地 一切屏障 更是在不断的压缩之下 一股让所有人 头皮发麻的 可怕 威压 疯狂的涌现 杀戮 套天 灰衣天蕴子 低河中 那磅礴的杀戮旋风 立刻呼啸而去 卷动 藏仙漩涡 直奔那模糊的身影 轰轰轰轰轰 阵阵惊天之声 如同惊雷一般回答 仿若没有停顿之时 在不断的冲击下 那血海再一次崩溃 向着四周扩散 就连那藏仙漩涡 也在这一刻震动起来 借着冲击之力 亡灵与司徒南速度更快 直接冲出了漩涡 飘在了半空 面色苍白地看向下方 不仅他二人如此 此刻 即便是那葫芦老者 也是眼中露出骇然 那眉心隐藏了 黑龙印记的黑衣男子 同样双目瞳孔 狠狠地一说 天蕴子 徐公子更是深吸口气 盯着回忆天蕴子 他永远也忘记不了 当年就是这个身影 以一人之力走入修真联盟 连败无数联盟大神通修士 甚至长老团之人 有一些都不是此人的对手 更是被他亲自杀了 当年的一位长老团成员 以强悍的姿态 成为了新的长老团成员 在他身上更加可怕的 则是那算尽天下 预知一切的可怕规则之力 他展开杀戮时尽管可怕 但没有杀戮时那种 看破一切的目光 在当年足以让修真联盟 极为重视 徐公子盯着灰衣天蕴子 又看了一眼救出 灵天侯的天蕴子本尊 若非师兄忌惮此人 牺牲受援以天人第三帅 提前到来为代价 施展大神通之术 借灵天侯破了此人道心 使得其经历天人第二帅 但是规则之力出现了破绽 让其完整悼念崩溃 化作无数 无法再次融合 否则的话 今日的天蕴子 其可怕的程度无法想象 即便不如第三步 也绝对相差不远 藏仙悬窝内 就在那血海崩溃的瞬间 其内模糊的女子 右手轻轻的一挥 立刻这女子眉心之上 便有一个紫金色的符纹闪烁 随着其一挥之下 立刻那汹涌的杀戮旋风 竟然刹那间一顿 紧接着 轰的一声崩溃 一道杀戮 全部瞬息间消散得 无影无踪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立刻使得众人心神一震 灰衣天蕴子目光一闪 皱起眉头 正要继续施展神通 就在这时 救出灵天侯的天蕴子本尊 平静地开口 回来 灰衣天蕴子回头看了一眼本尊 目露寒芒 但却沉默中后退 化作一道灰芒 融入了天蕴子本尊 眉心 消失了 此刻的天蕴子 已然飞出了漩涡内 飘在了半空 在这半空中 除了之前被吸入漩涡的一些人外 全部都在 但眼下 没有人说话 目光均都落向下方的漩涡中 那缓缓飘升的女子 随着女子的临近 王林清晰地看到 在这女子的双脚之上 被一条赤红色的金状之物 牢牢地锁住 此刻这赤红之巾 随着女子的飘升 被拉得笔直 那之前在崩溃中 不知去处的星痕雕 从漩涡内飞出 落在了女子脚上 在那赤红之巾上 仔细地嗅了几口 眼中露出灵动 竟然趴在了上面 一动不动 在距离众人 约二百张时 这女子停了下来 抬头以其空空的眼眶 仿若在看向众人 那眼眶内仍有黑血流下 顺着女子尖尖地下巴低落 福祖 可还有后人留下 一个沙哑的声音 带着某种奇异的力量 缓缓从这女子口中悠悠而出 这声音尽管沙哑 但却极为好听 落在耳中 仿若可以起回音 久久不散 面对这女子突然地发问 众人沉默 许久 虚空子神色露出恭敬抱拳道 福祖 还是有不少遗留下来了 那女子沉默轻叹一声 她挣扎地从藏仙最深处前来 为的就是问着一句话 以及见一个人 她空空的眼眶 漆黑中仿若有一道无形的目光 落在了亡灵身上 把你身影中融入的鲜味唤出 亡灵沉默 心念一动下 立刻塔山从其身后虚影内幻化 一步走出 冷冷地盯着那女子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见过族人了 这女子神色露出一丝惆怅 右手一照 立刻塔山的身子 便不受控制地向她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